Toni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 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 Toni 在全程只用了 一只手机 HTC One Tony Mac 热力推荐 好 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 我是文玲 大家还记得我吗 很高兴呢再次来到这里 来主持转动梦想 年轻人不一样这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其实呢我本身就是在 在梦想之家担任歌唱老师 然后我也是文华牧师的秘书这样子 只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文华牧师他去 他因为公司工作的问题呢 所以他就是要在美国来接触许多的年轻人 服务很多的年轻人 所以这两周呢就是由我来帮他代班主持 我真的没有想到秘书的工作 除了帮他安排schedule之外呢 还要当他的代理发言人 不过这两次呢非常的高兴可以来到这里 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 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遇到很多很棒的人 像上个礼拜大家知道我们跟大伟哥 有了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 我们聊了很多聊了他怎么样来学鼓 他练鼓很辛苦的过程 然后他也分享到他比赛跟表演的经历 非常的棒 然后所以这个礼拜呢 我们一样邀请到大伟哥 我们来跟我们的空中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大伟我又来了 很高兴可以再次邀请大伟哥来到我们的当中 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 我们有聊到就是说 你参加亚马哈热音大赛 然后意外的获得了线上的投票冠军 这样子 然后之后因为大家的年纪 这个乐团的年纪呢 越来越大了 所以你们也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可能要分开这样子 所以之后你就开始投入教学 对 对但是据我所知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对流行的文化 流行文素一直都很有 很感兴趣 所以你对影片剪辑啊 你对影片剪辑也非常有兴趣 你还在工作室待过 对 那我知道就是说 在这个工作呢 其实应该会给你带来蛮多的收入的 那为什么你仍然选择就是说 放弃工作室的工作 可是来到梦想之家教小孩教学生呢 那现在讲一下我在工作室的生活好了 好 我的乐团结束了大概没多久 其实差不多就是也是我学校离开学校的时候 就开始进到社会里面工作 其实那个时候对自己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你知道就是死大学生 对加个死 就比较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你也不晓得自己大堆要干嘛 然后刚好我身边有个朋友 他就正在做 他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然后他们专门负责帮别人做网站 然后做平面设计 然后摄影活动剪接这样 然后那个工作室其实还蛮厉害的 因为像其实Channel V之前的一些活动的网站 都是他们在做 所以他们他那个时候我就常住在他们家 对我就住那工作室其实它叫工作室 但是呢其实他其实是一个家 对他们也住在里面工作的地方就是家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边我在那边待了 可能也差不多有快一年多的时间 对然后我待在那边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是离开我的家了 就都几乎没有回家 对我都没有回家 我就住在那边 然后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其实当我要选择住在那边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跟我家里的人沟通 所以其实当我在那边开始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其实我爸妈是不是很赞成 也觉得说这样子好像 你没有在为你自己的生活负责这样 然后所以后来因为一个机会 所以我开始在我一开始其实在那个工作室里面当个住客的角色 对就是我在那边睡觉 我没有我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过着很随性的生活 然后后来我开始慢慢的就是觉得说应该要做点事情了 颓废也颓废了那么久 然后就后来我就开始跟我那边的导演 在那边学了开始学摄影学剪接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了摄影跟剪接 然后我们常常就是东奔西跑台北高雄常常这样跑 然后那种生活非常的轻松 非常非常的那个钱是非常非常easy的 我可能 接一个case就赚很多 对我可能我可能一个礼拜 我讲一个月好了 我可能一整个月里面我大概只需要真正工作不到半个月 但是我剩下的时间可以完完全全的出去玩 高枕无忧 真的 然后把所有钱都花光 对 然后每一个月都在过这种生活 我那时候我最高一个月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是我 我做了一个Johnny Walker的case 帮他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影片 然后我只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把那个东西人家要我一个月做完 我一个礼拜就把它做完 然后我做完了之后 我可以拿到十五万的薪资 十五万的仇佬 十五万对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 哇真的以一个上班族来说你一个月怎么可能赚到这种钱 所以那个 而且你还不用工作一个月 对我才做一个礼拜而已 对所以我的生活就像是这样 就是我一直都在很玩乐里面 然后很放纵自己的生活 想干嘛就干嘛 然后就这样差不多过了一年 对 然后整天去 每个礼拜我固定去月店 然后去到处去玩 对每天都做这些事情 然后后来是有一个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帮教会做剪接 对 帮教会的某一些特定的 比方说学生他们想要剪一些东西就会找我这样 那后来有个机会文化哥来找我 就是又是文化哥对 文化哥就来找我 就是要我帮他们做一个影片这样 然后我就开始做影片 他们做一些很简单的宣传 便可能宣传他接下来暑假要办的活动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做一些很简单 30秒一分钟的影片而已 对 然后 常常这样做做一做 然后我就发现 他们在那边有一个交鼓的课程 就是梦想之家的课程 梦想之家 我才知道说我到梦想之家 那时候我不晓得梦想之家是什么东西 我去了 而且那时候梦想之家大概 所以你是经由影片来接触梦想之家 你本来是义务的帮忙剪接影片 对 然后后来 后来呢 我才知道说那边有交鼓 然后我阿哥就邀请我说 这里有在交爵士鼓 你不是会打鼓吗 因为当时他们找老师是有花钱的 对 所以他就说那你愿不就是来交这样 然后他本来一开始是说要给我配 所以我其实是有拿钱的 但第一次我交的时候 那后来到了其实那钱非常非常的少 当初华哥跟我讲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这种钱不需要你 我随便 你一个月都赚15万 对我真的不想拿这个钱 可是我后来觉得说就是阿 没关系就是 一点心意嘛 然后再来就是我拿了钱就要做事嘛 所以我是抱着这个心态 所以我收了那些钱 那后来到第二次 第二期的时候 我在交的时候 我就说阿 这个钱不用 没关系 不用再付我那个老师的费用这样 所以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梦想之家当义工的老师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就是交完一期之后 可是你又想要留下来交第二期 而且还是完全不拿不拿薪水的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其实当我在工作室的这个很easy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是非常的空虚的 怎么讲 感觉好像人生没意义 你每天都在做 其实感觉起来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天天去玩 天天花钱 天哪到底有谁不想过这种生活 不需要工作 只需要享乐就好 可是当我发现 我在这些事情里面 我并没有 我的心并没有真正被满足 物质上面没办法满足我 真正里面好像很空虚的那个过程 你去了夜店 然后跟大家跳舞 然后喝酒 然后出来 我相信有在去夜店的人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很开心的进到夜店的时候 你会发现 凌晨两三点三四点 坐在夜店门口的那些人的脸 没有一个是开心的 每一个人的脸就带的是 要么就是疲惫 不然就是你一副看他就是 不知道在干嘛 就已经醉醺醺 没目的这样子 对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 其实过的是非常非常的空洞 没有目标的 对 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 因为我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还是有在教会里面 我还是很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 然后甚至 甚至就是 你是说在你在工作室工作的过程当中 对 我还是有在教会里面 然后所以 我都还是有在接触教会 所以我记得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是当我在某一间夜店里面 在一个pub里面的时候 然后我住在那个吧台上面 我前面摆了两杯酒 一杯是我刚喝完 剩下一小口跟杯子里面的那个冰块 那杯是那个takila 然后另外一杯是那个whiskey coke 就两杯酒 把我前面 然后一杯子快喝完 另外一杯是我新的 新点的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 我记得那时候我抽的烟 然后我抽的烟 然后 我边抽 然后吸进去 吐出来 然后就一重复这个动作 然后可能抽了几口之后 我就开始喝一口 一口酒 然后我就突然往上 往天空看 然后跟现在录音室一样 上面是光 然后我就抽着烟 然后把那个烟涂在那个光上面 然后我居然就问了神一个问题 我问神说 神我到底在干嘛 我就问了神这个问题 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 然后 对啊 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 每个礼拜去教会 可是你还是在夜店里 你还是在抽烟 你还是喝酒 对 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我的信仰而改变 我觉得很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 但是 神很特别 就是他还是让我在 我虽然在这个好像 看似没有盼望的一个生活的模式里面的时候 神还是让我在我的心里面对 改变有一个渴望 所以 那个时候我 当我记得我 我说完了这句话的时候 然后我就走出去 然后就离开那边 然后我没有管我的朋友 我就走掉 然后 我就自己回去了 然后过了没多久 然后 娃哥就跟我说 就是 我们现在那个 孟晚家其实 很需要人来帮我们拍摄影片 我们很多的活动啊 干嘛干嘛什么 然后我想说 那我之前不是都在剪吗 就是那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 娃哥就说 他想邀请我成为 full time的 那个 呃 同义工这样 就是完完全全的 在这边工作这样 然后 当时其实在我的心里面 我 并没有很想 因为我懂说 这跟我完全 生活模式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但是娃哥就跟我讲说 就是 哎 你可以 糟糕看看 所以呢 后来我就 经过了一些过程 然后我就来到 孟晚之家 然后 加入了 义工老师的行列 然后我就开始 真正的在 孟晚之家 做很多的 拍影片啊 或者教学生 然后我觉得 如果文林问我说 为什么我想要 待在孟晚之家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是 因为 我知道没有目标 的感觉是什么 我知道生活 空洞的感觉是什么 对 我知道当你在 现在一个 基督徒常讲的 你现在一个罪里面 现在一个软弱里面的时候 你心中的那个 无助的感觉是什么 你 可能想要改变 可是 你却找不到一个 真的可以帮你的 人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身边的人 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 我就好像是当我们 在路边看到一个乞丐 你心中会有感觉是 啊 好可怜 或是啊 他一定没饭吃 但是我们最常做的一个反应 不是给他钱 而是经过他的身边 对 这是我们最常有的反应 那 对我来讲 当时我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我决定 当我经过需要人的身边的时候 我想要 尤其是跟我有 听流 对 尤其是跟我有一样经历的人 或是跟我一样 曾经在这个年纪里面 然后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 需要找寻一些梦想的时候 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 因为 其实反思我自己的过去 其实我曾经是个很有梦想的人 我们的团非常非常有梦想 我们可以 靠着神 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然后我们完成了很多 我们never想过的事情 然后我们做到了 靠着神 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做到了 但是我也在那种 完全没有目标 完全不知道自己干嘛的 世界里面 这样子度过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真的很能够明白 高跟低的差别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 不能够去体会乞丐的辛苦 是因为他没有当过乞丐 所以他不觉得这样子有什么辛苦 很多乞丐没有办法想象 他自己很有钱的时候 那个快乐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变得有钱人 但是很特别的是 我觉得我这两样东西 我都曾经有那样经历过 所以 这是我想要留在梦想家 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 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学生 到我的身边来 他告诉我他有需要 他有什么困难 他想要改变 他想要改变 他有梦想需要去实现 然后他到梦想之家 然后如果可以 我们都愿意帮他 一起陪他去完成 他想要的梦想 哇 这真的很棒 因为我认识大伟哥很久 我从来没有跟他这么深入的聊过天 从来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梦想之家 都是一个很默默很默默的 很像很像 很像清洁工的大叔 对 真的 对 从来不知道 在他的心里面 哇 也是有这样子挣扎的过程 而且好像 好像就是 你说你经历过 有很多的梦想 可是你的梦想 好像也曾经破灭过 可是好像 现在你重新再找到的 这个人生的目标 就是你在梦想之家的 孩子们的身上 对 所以当 所以待会 我们先休息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来聊聊 你在梦想之家教课的过程 OK